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举办了很多届 那么本届比赛应该说也是规模非常大 而且参赛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非常多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的两盘对局 也是来自女子组的两盘比赛 那么首先这一盘是中国队的唐丹 对澳大利亚的长红 那么唐丹大家都非常熟悉 目前应该说是全国的女子的特技大师 同时她个人的成绩在最近的一些大型的比赛当中 也是非常优秀的 那么她这个棋艺的水平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么作为后手方的澳大利亚的长红 她也是应该说是华裔 那么代表澳大利亚来参赛 同时她也是身担很多的重任 包括在海外对中国象棋的一个推广 也做出了非常重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今天双方的这盘对异 应该说也是在整届比赛当中 非常有看点的一盘对局 那么来看一下这盘对局 红方走的是炮二平五 长黑方应已满二进三 红方也下马二进三 对方是下了炮八平六 炮二平六呢就形成了后手方的 以反攻马应对这个重炮的一个布局 那红方是居一平二 这样黑方跳马八进七 红方下炮八平六 炮八平六呢是歇手五六炮 攻击后手方的反攻马的一个比较好的 要稳健的一种攻击方式 此时呢还可以选择比较 就是也是比较流行的变化吧 就是冰山记忆 然后黑方会应以轴山记忆 呼进三冰 然后呢 因为这个马呢 此时这个红方的马呢 跳到这的话 跳到马八进七的话就被黑方制住了 所以它一定跳到边路 然后以后会形成五七炮啦 或者五六炮的一种攻击方式 这炮八平六 实在是炮八平六 对 那黑方下炮二平一 二平一 此时呢 炮八二平一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想令出这个一路车吧 就是这样 其实呢 黑方也比较顽强的应法是走可以走彻底移 然后把这个左车去右掉 掉到这边 然后其实对这个红方的左翼呢 进行一点那个压力吧 有的时候 嗯 炮二平一 嗯 当然 那之前的这些变化呢 都是这个布局当中可以选择的一些变化 对 嗯 那么应该说炮二平一呢 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下法 嗯 就是选择比较多 就是在于起手的喜好 就是他整个 他对哪一个哪一路变化比较了解 他就会选择哪一路变化 就是这样 嗯 那红方跳马八进七 八进七 黑方是下 G一平二 G一平二 让红方接走 冰七进一 让黑方应以逐七进一 这就也是后进 这形成了反攻马 后进七柱的一个变化 嗯 红方跳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为止黑方的中路 目的很明显 嗯 黑方是四六进五 不是 让红方下G二进六 冰七进六呢 这个也是一步很积极的下法 你唐达呢 是中 就是在中国女子其谈呢 可以就是被称为超级胆 就是 他的气风呢 很接近男子其手 就是比较喜功耗杀 不像大多的时候女子其手的 就是喜欢啊 就是先保守 就是什么说 就是比较嗯 保守吧 就是先稳固自己的队形 然后呢 带自己去等待对方的漏洞了 然后等待对方的漏步 然后 唐达呢不是这样 唐达呢就是说 首先上来就要给对方施加强大的压力 然后 就是要你 就急不住他 就是急不住他的攻击 然后他从中取得战果 就这样 嗯 他是一个主动出击的这样的一个 呃 提风的一个特点 嗯 对 配方是下G九进二 G二 这时候G九进二呢 比较 比较消极 他不如说直接就找车牛平板 出来对车 他一架马的时候呢 你一退炮 就是起到一种 有反击力比较强 反弹比较大的一种 方式吧 他车牛进二 就是因为这马以后 他也这炮 可能这个马 两个只看 有点重复了 嗯 而且这个G 未来再想出来的话 还要需要走这个G九平板 再选择一个出路 这个可能要浪费几招棋 浪费一步棋 嗯 同时他G九进二长起来呢 这个目的性不是很强 只是非常简单的 针对这一招棋来保这个马 对 这样 这样 那 这个车首先他这个已经以后都是说用一队出来要对的这个棋 然后呢 竞争马炮残疾 就是 这卸手房呢 就是不太满意吧 就被这个棋 所以他要继续纠缠下去走 车二平三 嗯 同时他车二平三这招棋 对黑方来说还是有施加压力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G是不能对的 那黑方是下炮六退一 这是刚才我说到那个提醒 就是说他车就进二了 因为这个马本身的炮就看出这个马了 嗯 他再出来又加加加加加上个车看着就是比较 或者货车天主 也就是说 就是亿不大 嗯 然后一步棋 嗯 取得实惠就是先谋得一个柄以优势 让黑方G二进四 红方是炮六平七 炮六平七呢 很直观就是要看你炮得止 就是就是每一步吧 你发现红方的七每一步七都比较有效率 就是都是在攻击 好像没有 就是就是因为他红 所以作为先手方嘛 他也没有什么危险 存在刚开局阶段 所以他就是一直在攻击 下得很积极 嗯 同时这个呃 唐丹呢 也是上一届的这个世界紧描赛的女子主的冠军 那么作为这一届呢 他同时也担负着一个重任 就是把这个呃 本届比赛呢 还是要争夺这个第一争取 这个未免成功 呃 因为毕竟这个呃 像其在这个世界的这个舞台上 中国队还是非常强劲的一支队伍呃 基本上都是会获得这个呃 冠军的这样 大家对这个期望呢 好像也是很高的 毕竟好像在很多这个国内的奇迷的心目当中呢 这个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中国队呃 获得 但是目前在这个世界水平上来看呢 其实呃 跟中国队蛮有抗衡的这样的队伍呢 其实越南队也是非常强的 对对对 嗯 就是中国呢 在世界象棋棋谈呢 属于是孟子队 就是明天就是尤其在以往的年份中呢 以往就是比就是世界各国的明显是六高就是计高一筹 嗯 但是最近呢 越南队呢 就是由于从网络呀什么经常的磨练 然后也就逐渐在拉近的距离 嗯 那其实这个呃 在这个世界紧描赛当中呢 也有很多这个呃 骑手呢 其实呃 原本也是在这个我们中国国内下棋的一些这个象棋队员 包括目前这盘棋的这个黑芳的长虹呢 他其实也是原来这个呃 在我们国内下棋下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 像棋选手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个人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这个移民到澳大利亚之后呢 就可以代表这个澳大利亚来参赛 包括也很多的这个代表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但是呃 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本届比赛当中呢 也有很很多的这些国外的这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国外的选手呢 下这个中国像棋 并且是应该说下的非常好的嗯 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呃 很多的这个国外的这个队伍啊这个水平在不断的一个提高 而且这个普及普及程度呢 也是很广泛的 那么呃 今天这个唐单呢 他是这个带着很多的这个呃 期望和这个很多的这个责任来下这个每一盘棋 今天对战这个长虹呢 应该说呃 也是上来之后呢 就是首先是跟他个人的这个棋风有一定的关系 同时呢 也是跟他身上担负的这个责任有一定的关系来备战 这种心理状态来下的这盘呃 对局应该说上来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前面这些回合呢 应该说每招去走的非常有针对性 而且是非常的主动进攻的这种状态 嗯 他那就是说他很接近男者的携手的戚风 就是起攻好杀 然后呢 就是比较犀利吧 进攻 嗯 那么还是再回到双方的这盘对局 嗯 刚才红方呢 是下了一个炮六平七 那么嗨方呢 制造器也下了一个炮六平七 打局 这手棋呢 打局呢 他这部棋 不是这个史实的本手 史实的本手应该先逃炮 嗯 你打车之后呢 也得也必须要逃这个炮 请注意你要先逃炮的话 比较含蓄一些 以后这车 以后打他的话 他就没有少一些变化 嗯 他先打出来之后呢 再逃 就于这炮必须要逃嘛 就是 所以他先打出来的话呢 这车有可能平散或者 是杀个变录都可以 杀个变录都可以 嗯 那么实战当中 红方是G三平一 嗯 也还是取得实惠 嗯 这种棋呢 就是出力一手要注意 也就是说 就是说这车闪击的话 避免它是有个闪击的手段 嗯 就是走了之后 这个马登 红方的一个G 那海方是下炮一退一 嗯 红方是G一进三 嗯 就是还是说到 就刚才呢 这个因为这个保留 对话就没有这些 就是说向那些手段出现 黑方是十五退六 九一六 也是先避开一手 今天就是 先避开一个烧香带僵这些手段 嗯 嗯 黑方是G九平八 九平八 出来要对 把这个回方的一个核燕的一个防守比较强的一个车给他对掉 嗯 黑方是下车锯二进三 他不能躲 他躲不起了 一躲的话这边马拉着抛什么的都有很多弱点 嗯 只能去给他给他讲话了 嗯 跑平八 让黑方在马七退伍 马七退伍 马七退伍呢 他是想呢 就是 首先先保住象 然后再和这个 这个 骑路 黑方的骑路 骑行反击 这手骑呢 就明显 就是不好 因为有一句老话叫马跳窝心 不时也发魂 就是他这个窝心马有一定的隐患 而且这个马就是以后想跳出来 跳到那里也想跳出来 以后得想办法 可以跳出来 那个位置不是一个容易给对方造成攻击手段的一个不好的位置 所以这时候跳马 同样跳马应该把马往上跳 从马七进六跳出来 比较反击的比较轻 因为他同样也不敢撒起象 撒起象 打出来的话 打底下往反击 这马在这儿呢 虽然这个情形呢 已经是红防 就已经在有了 因为现在红防的弱点比较少 多两个兵 但是呢 就是说黑方通过他得顽强一点呢 把这兵得回来之后呢 有可能就是就是比较顽强 虽然也是被动 但是呢 就是比实战要顽强 嗯 那么 马戏退伍 嗯 就是现在走这个马戏退伍呢 未来这个 呃 咱们说这个马尽量不要跳窝心 但是一旦跳入窝心之后呢 可能要就是接下来这几招型呢 有机会能迅速的再把它调整出来 但是目前这种状况之后呢 这个黑方的棋子好像有点全 全线后退的这种感觉 对 都在这个下落以下嘛 就是没有 没有什么反击力嘛 嗯 这几简化都得说 就是想办法 就是对对抗嘛 就与先手方跟他打对共战嘛 就这样 嗯 嗯 那红方是向三进武 先稳固一下后方 就是也不走 也不急于进攻 因为现在已经锁定那个优势了 嗯 就是因为 因为就是现在红方 就是正常的走起 下在捕捉势了 或者是本国别牛什么的 黑方 也没有什么反击手段 就是已经控制住了 已经把这局面 嗯 也不急于去求胜了 就是这样 嗯 黑方也没有提下 对 没有什么好奇 那黑方走的是炮一进武 也是先取了一个实惠吧 嗯 那红方是拘一退武 让黑方再下炮一退一 这部戏有点就是疑问手 这部戏退车意义不大 就是好像黑方一过冰什么的 就是 就是马上就是 你这有些不如说 就是收个累了什么的 就坚守一下 也比那个 因为你本身的话 还红方就要过冰了 进行慢慢推进是进攻了 你退车退炮的话 红方肯定要过冰过激情况 嗯 这个有点帮助红方走旗的 这种感觉了 对对 嗯 那红方是冰期进一 冰期进一 这次就过了一个冰 对 你不退炮打我的时候呢 我可能下标期 还要下这个冰期进一 何况你去退炮打 我刚好顺势走这个冰期进一 同时我这区还吃着你这个炮 你还要去调整 那它是炮一频发 他走到这的话 发现黑方还有一定想法的 他可能说把这炮 以后进这儿了 或者是搁底下 或者是飞向了 有一点扳机吧 嗯 但是它两个码比较呆滞 所以它这个属于 兵力明显不够 就这样 嗯 那红方是 试四斤五 黑方下 像七斤九 嗯 飞变向 这个目的很明显 就是要搭水车嘛 对 红方是下炮八进五 炮八进五 嗯 这样黑方马三退二 他有无奈 他不退的话 这边就丢向了 只能退回去 这时候红方不能打向 打向的话 他一打车 这车还是跑不了 嗯 这可能会压一步炮 估计 还是退一步炮 以后的 嗯 实际是炮八进一 炮八进一 嗯 对炮 就是把这个 就是保护的车嘛 就是很直观的一种 想法 嗯 这骑唐单应该是在之前就已经算到这个地方有这个炮八进五 先打局赛 逃八进 你跟他对炮这种走法了 对对对 嗯 他这时候还有别的变化 比如说你跳过马了 他打那像了什么的都有可能 然后退步炮了 就有很多变化 就是在于他他这个很直观 就是跟你马压着同时 然后还救了一个车嘛 那实战当中黑方石下的炮七平二做交换 那如果说他这手棋再坚持一下再走个炮七退一吗 炮七退一他就会 他的问题是你一走炮七退一的话 他车就一走了 你这个计划也马上就就没有 就是破坏了 被你破坏了 然后还有这么打你这个像 这个像还跑不了 这个像躲不开人的像 就是这个棋马上就很崩溃了 就是这个地方他打狙的这招棋 其实之前应该说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但是实战当中好像不太行得通 红方这边还是有棋可下 对 让你没有机会去打这个死局 就是我最简单的办法 我还可以下狙一进二 我这个你打我的时候 我这狙在逃了 对 你现在比如说你找马五进场的话 黑方有马行进酒去交过潮 还是同样是威胁你的 或者还给你炮 反正这边叫这一降的话 上不来降 电炮的话也把这个举救了 然后这边马上就出反击了 也不行 黑方怎么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他选择这个对炮 他也很不情愿 就是这样 嗯 给炮打混掉了 对 炮七平二 这样红方是马七进八 黑方再将三进五 红方是冲冰七进一 这个冰很大过河了 肯定不能会被他白白的死掉 嗯 黑方是向五退七 向五退这边了 红方是冰三进一 继续把这个马也要就是出去调前进去作战 活动马路 那么黑方下逐七进一 换掉 这肯定要飞掉了 嗯 向五进三 配方在下炮八退一 红方是G一平二 G一平二 因为他确有梗 他不怕他这个转机的手段 嗯 配方是马五进六 这就是给这个车炮同时生梗吗 就是 因为暂时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黑方 嗯 毕竟他这个子力的位置还是比较低 同时呢 又没有什么起可下 之前设计了一个想打G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还是没行得通 目前这个处在这个沃西马 还是要调整出来这种一个状态 嗯 红方是冰七瓶六 冰七瓶六就已经只管的要 这个过脚将它 然后抽这马 而且还十中 十中如 嗯 属于一十二鸟 嗯 那他也只有 不是 是四进五 四进五 暂时的缓解一下 那红方是向三退五 嗯 向三退五 把这个 以后的炮三机 就 就这个 就门口这起以后 然后通车 把车 这边很弱的 这边很弱 这个马很弱 就是基于过来的话 一攻击这马 往上就要崩溃了 就是这样 嗯 嗯 三退五 嗯 今天说红方这个旗下到这里之后呢 就已经非常好走了 嗯 已经形成圣灵的局面 就是 因为他首先呢 就是指的位置很好 指的位置很好 然后呢 还多冰 然后黑方的旗呢 都很凌乱 就是你看这个马很弱 这边的旗呢 也是单纯 那是处在一个防守的状态 嗯 一点反击都没有 然后呢 就是 今天马上这个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一瓶旗 就是这个弱点 马上就要 就不好走了 就是这样 嗯 平息之后 你不能飞向 飞向人一走这 你飞向 飞向防底线呢 这个 这个马马上就 就马上就要 都要丢掉了 嗯 黑方石下马二斤四 马二斤四 他也看到了这个马在这呢 就是因为被捉死这个危险 所以先也没有办法吧 他也是先暂时先保留这个纸 不丢嘛 就是这样 嗯 然后洪方石下 巨二停棋 巨二停棋 嗯 这洪方这招棋走上之后呢 这个 黑棋好像 也意识到这个局面的一个 没法挽回的这种劲力 首先呢 这个车这个棋 停棋之后呢 没想到一江沙士 然后你吃马 这个马也很很尴尬 就这样 有想避开这个业势呢 马上就是 下柄狗里 就是捉你马呀 这边就已经很空了 空门了 就是 就是 而且这边呢 一点危险都没有 所以黑方 就是已经走不动了 这个棋 招二停棋之后 黑方就有点 下不动的感觉 给人 嗯 那么走到这里为止呢 也是 呃 作为黑方的这个 这个长虹呢 也就推子任父了 因为呃 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 这个长虹呢 也是这个非常优秀的 原本在国内呢 也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象棋起手 也是曾经获得过 这个象棋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 呃 应该说 他这个年龄可能要比唐丹长很多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生担重任的一个原因 可能在国外这个下棋的环境 也不是说 像国内这个唐丹 他们呢 在这个专业队每天的这个工作 就是下棋 而且呢 同时唐丹目前的这个水平和状态呢 也应该说是一个巅峰的一个状态 就这个棋下到这里呢 这个呃 作为一个曾经也是很专业的一个棋手 应该也能意识到这个局面的这个危机所在 也就推子任父了 那么唐丹呢 也是成功的 又为自己呢 又这个 想贯得这个冠军的这个 呃 不凡的又是迈进了一步 嗯 那应该说回顾这一盘棋呢 呃在这个呃 开局的阶段呢 黑方可能在选择的时候呢 呃 稍微有一点可能选择的一个招法 不是很积极的这样的 对 他选择呢 就是没有阵风相对 就是一味的防守 嗯 他可能也意识到这个唐丹的水平呢 会比会比那个他就在在他之上 所以他想往往呢 就是说你消极的防守呢 往往还防不住 有的时候呢 你就对你对杀呀 给对方造成很很大的麻烦 然后呢 这时候呢 你得一简化一收兵啊 往往就很容易下河 或者甚至还可以就是一败取胜的都可能 嗯 总之这个心态是很重要的 往往你是我希望这个走一个比较平稳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不需主动进攻 避免这个一些锋芒 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对方这个集体主动的这种状态呢 给你心理施加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反而你想去合最终这个棋却合不上 嗯 所以大家总说这个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越是觉得这个平稳 能够说这个棋能够保存一定的这个实力慢慢去下 不如这个主动的去进攻 可能给对方也要造成这个一定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 这样会更好 就是任何的高手呢 就是任何的高手 就是说他都怕杀 就是因为他在危险的同时 他也会害怕就是害怕怕输啊 就是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他在没有危险的情况 他往往会下的很好 就是掌握先手 掌握力就掌握力更好 嗯 那么在这个布局阶段呢 可能选择的这个招法有点这个趋于平稳 那么在中局阶段呢 这个有几招棋呢 也是选择的不是很好 包括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马退卧心的这招棋呢 就不如刚才范淑远说的这个直接这个马棋退伍 变成这个马棋进六下的更积极一些 嗯 即便是红方有居杀象 未来你这个还有这个抛棋进四啊抛棋进五的这样的一个下法 有一定的这个反击的一个手段 应该说越南队呢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 这个越南队啊 也是跟中国队应该说唯一可以非常实可以抗衡的这样的一支队伍 当然虽然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应该说越南队这个起水平呢 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些选手呢 还是要呃略高一筹的 嗯 那么今天这个呃对战这个中国和越南这个对战呢 也是对于唐单来说应该说也是非常艰难的一盘对局 呃越南这个软黄燕呢 他是在越南这个国内呢 也是一个非常顶尖的这个女子高手 这个多次参加这个世界级的亚洲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也同时呢也是获得非常优异的一个成绩 那么应该说呃近几年越南队的这个象棋水平呢 也是不断的发展 这个呃他们这个呃训练啊 也是非常的刻苦 包括现在这个网络的一个发达程度 他们可能在这个关于达谱啊 和这个网上的一个对异方面呢 也会有这个很多的提升和提高 对他有任何人呢 就是也是就是去年的越南的各人赛女子的冠军 所以就是他呢 也是中国的去年的各人赛冠军 就是属于那个都是 就是不是说那就是定谁去代表国家参加 就是定就是谁去的 都是通过比赛呢 就是证实自己的水平 然后才可以代表国家参加第二年的世界赛 嗯 那刚才范生也说的这个意思呢 也是这个参加世界锦标赛呢 这个是呃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呃 有的国家呢 可能是这个队内呢 要做一些选拔 那像我们呢 中国呢 应该说一般都是上一届的全国个人赛的这个冠军才可以代表这个中国队参加这个世界赛起锦标赛的 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一盘对局 嗯 仍然是唐单先行走的是兵器禁异 嗯 兵器呢 就是与仙子路开局 就是说 他们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 也比 因为他们也正常交手嘛 他认为远航战的实力可能就是比较强嘛 就采用这种先就是听他们路了 就是不急于去进攻他 因为你进攻的太锋利呢 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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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就是反击也比较强 嗯 也比较就是稳健的 因为他一旦这个很关键 一旦输给这个越南对手呢 因为你能赢动那个别的国家呢 对越南对那个就很重要的呢 也能赢动他们 嗯 你马上就把冠军就就容易就马上就可以 就是说这番棋呢 冠军马上就有可能丢掉 嗯 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呢 很多的人也在这个预测这个冠军会是谁 当然肯定 呃大多数的人呢 都会觉得这个唐单呢 会不负重望 仍然会这个未免成功 那同时呢 也有一些呼声呢 说这个越南队的这个软黄燕呢 也是可以冲击这个冠军的一个人选 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的选手 对 其实这番棋呢 就是也就是说冠军的争夺战 就是有可能 也可以这么说 嗯 应该说这是呃 这个双方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当中的第四轮比赛 应该说也不是说这个很早就遇见 但是恰好在这个比赛的这个呃中间阶段双方遇见 就是也算是提前下了这个最终的这个冠军冠军的一个争夺战 如果说双方谁赢了未来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选手 对于他们来说呢 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嗯 所以说这个双方目前这种对战的一个状态心理 嗯 大家应该都说很希望赢这盘棋 毕竟赢了之后呢 赢了自己的这个对手呢 未来这个冠军完全可能呃 这个几率就很大是自己的了 嗯 那么非常有幸的也是这个唐丹的仍然在这一盘棋呢 还是值这个先手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存在 值先手对战这个云南的软黄雁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软黄雁是如何应对唐丹的这个呃 先止路这个招法的 那么他下的呢是逐期建议 这个建议 这个时候呢 黑风比较常见的就是逐底炮 这个弘队这个先止路的一个布局 他选择 但是这个布局呢 往往会形成就是尽管就是很多那个 那个追击击手的演变吧 形成红方就是进度一个兵和两个兵的一种 就是刚好的一种局面 所以黑方呢 也不情愿选择这种就是略亏一点的布局 他选择比较有对抗性的走法 兵器技艺 嗯 那红方是下炮二瓶三 其实呢炮二瓶三呢 战略性比较强 就是因为他的属于携手足底炮 就是有一定的先进行之力 此时可以选择走炮八瓶五啊 或者是要是想较量散手旗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飞向 我哪个向都可以 透过马 也是一种较较量功夫 较量就是散手旗的一种下法 嗯 这部系比较震风向队 那黑方是应用了一个炮八瓶五 黑方也不甘示弱 只是呢 比较稳健的下法可以评的不像 不像呢 就是比较就是对我们不算太激烈的一种变化 嗯 这种题呢 也是黑方也是一种震风向队的下法 嗯 应该说他这个心态还是很正确的 嗯 那红方是炮八 马八进七 八进七 干嘛 砍住中兵吧 那黑方也跳了一个马八进七 红方是向三进五 嗯 向三进五 这个题呢 在以往呢 就是国手对于一种呢 都是选择向其进五比较多 向其进五呢 相对来说 比这个向三进五呢 更趋于稳健 就是也出现了很多盘的对异了 就是骑辅也出现很多了 嗯 向三进五呢 就是跟那个四桌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向内变化之后呢 这个体力局面完全就会 就是全全部变样 嗯 黑方是G908 这红方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黑方是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 这跳马呢 他也是这个这个跳马也很正确 因为他马不能往这跳嘛 以后马的归手一般就是他别露嘛 生根 然后这个胖呢 赞上这个马就是比较合理一种下法 嗯 只是本手吧 就是说 嗯 红方是G1平2 G1平2 这手棋呢 有一些就是比较初级骑者会认为 说这手棋 你出车 一对卧车 一杀 一杀 你一踹回去 这红方携手棋 马上就扫揉了一步棋 嗯 但是呢 这个局面呢 就是因为局面而论嘛 他扫揉一步棋之后呢 这个黑方呢 反因为他这个马跳在边路 所以马要是就是随意出动呢 他这个阶级人会有一定的威胁 就是这样 有一定危险 所以呢 这个对车呢 也不能说完全是一步 就是不是说观止观止的好戏 但是说也是一步比较 就是以下法 把那个车 被你能有力的车退掉 嗯 就是特定局面下这招棋 还是很有效率 还是成立的 就是 这对车 肯定要杀他 肯定要杀他回头的 嗯 G8进9 肯定杀你回头 对 让你感觉上是少走一步棋嘛 嗯 对方是G1进1 G1 这个提车呢 就是说 他对局面理解呢 不够深 他这个提车之后呢 他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骑鹿兵呢 这个骑鹿竹呢 是很大 这个炮呢 发展空间也没有 他肯定要把你的竹打掉 所以这个竹很大的同时呢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 去飞个变线 给你的竹护竹 然后呢 红房呢 因为红房下起的时候呢 有一点有什么策略呢 可以选择这种策略 就是说 他下棋 下棋的时候 就是他把那个 就是去掌握一个兵 或者两个兵的有势 然后呢 他回来防守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就是 就一进攻的时候吃两个兵 吃一个兵 然后回来防守 看你能怎么样 看你怎么反击我 然后呢 走到残局的时候呢 就是我多一个兵 或者多两个兵 来模拟 可以采用这种办法 毕竟他这个基本功 还是很扎实的 就是希望取得这个 应该说小的一个实惠 慢慢去下 这样拼这个长久的持久战呢 就是可能对手不是 没法对抗了 因为天然你飞向上 你可能会认为 黑方少找一步棋 黑方这步棋 效率比较低 但是呢 你不用担心 因为红方上一步棋 他也少找一步棋 所以你这步棋 也很有效率 把这兵看住 这兵以后 不让他多 不让黑方 红方去贯彻 去多兵 然后再回来 跟你周旋 那种策略 他走出一地 这红方是 炮三进三 果然那兵 就是先取得实惠了 黑方是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 马七进六呢 这步棋 也不是一个 就是也不是一个 交有问题的一手棋 因为这手棋呢 这马跳出来之后呢 这中兵会就是 比如现在进炮 打的这种兵 比较尴尬 这个时候呢 你不如说 就是我还是飞个变相 然后是他捉一下炮 这炮呢 往往里 一般的 我选择进一步压你马 对 你退的话 这马以后还可以上了 压住之后呢 你再选择 这个炮二瓶上去 为了这个炮 这样呢 虽然也取得病 但是呢 黑方的指令就是 因为多久起了 为了这个马 然后车一次出来 然后那个 处理数都比较快 也能得到一个弥补 这样呢 你把马跳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骑行 你一开始说 也想去进攻 但是呢 这个骑行 出现了很多问题 出现问题了 后方是炮八戒四 炮八戒四 果然来打了一个重兵了 这重兵 你是 你不能推马看 就像 看不了了 然后这兵 你拱这个炮还打 这种 就是跑 跑 跑不了 就是这样 嗯 对 目前这种图形下 确实黑方就很尴尬了 对 不容易 其实刚才之前那部马跳的 就是有问题 对 应该先就是飞照相 虽然这冰丢了之后呢 飞照相之后 也是成立的一种 也不是说完全不成立的一个变化 嗯 完全可以是亡羊补牢的那一个瞎子 对对对 嗯 但是现在就是越走越偏差的远了 对 因为它这手棋呢 它不单纯是 这浸泡呢 不单纯是说是想吃你中炉的这个 这个体 而且吃完中炉之后呢 这个 这一打完中炉之后呢 这个车是 就可以马上把车出来 就去攻击你 所以这手棋呢 走完之后效率很高 把炮弹的散开 就把它拒约出来 而且还取得实惠 嗯 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的有点在这一步棋上 就体现出来 嗯 就是这个 红方进攻的这一个 嗯 应该说是一个起点 拉开它这个 未来可能取得很大优势 好下的这个 应该说一个开始了 对 就是说在这个 在起跑线上 就是已经拉对手 很远了 就是这一 就马上就有 嗯 那黑方是 一平八 一平八 七五个马 多马 红方泡八平五 嗯 先打一枪 你看它是六斤五 不是 红方在G九平八 他现在可以 最想先手了 不过 多泡同时呢 你所有马是你泡 马上把车亮出来 嗯 而且以后你泡到左的话 他可以这么 掉那马了什么 有些变化 但是这个还有回马态 还有别的变化 嗯 黑方是G八进八 嗯 就直接接受 交换了 这肯定要杀掉了 嗯 G八进七 只要黑方在下 G八推六 G八推六 守住自己的 处理线 红方是炮五 推二 炮五 推二 这实际上也可以考虑走炮推一 也考虑 好像也是可以走 可能炮推二 他想把这车以后有个位置 有可能是这么小 嗯 黑方是马六进七 这东西 现在 就是现在 红方还是说有一定有势的 因为他现在多兵在用 嗯 红方下是六进五 现在红方也看到了 就是虽然多个兵 但是由于那就是现在黑方 守的也比较严密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进攻手段 他也先就先稳目自己吧 就是说就做这个兵力 我是先尽管起变吧 也是这种想法 先稳目自己这些 这种想法呢 就是现在虽然是局面上比较好走 但是还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进攻的目标 和这个进攻的点可举下 那么还是慢慢的先来防守 然后呢 试机呢 再找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 等那机会到来吧 就是 黑方是马七进九 这普卧潮 准备一卧潮将军 嗯 红方是G八平六 就平六 守住降门吧 这是很好的一种防守手段 一见我的出来 这G看着降门 嗯 也没有危险 黑方是马一退三 这手棋呢 就是当前比较不错的一手棋 因为这个马 这个变中呢 没有什么助转价值 这个马一退回来之后呢 可以就跟他盘出来呀 或者是把车跟他堆掉啊 以后有就那个就是简化之后呢 虽然少个兵 但是就是有很多谋合的机会 嗯 如果说这个黑方马七进九啊 马九进七 一卫潮红方一出帅 再顺势能对上这个G的话 嗯 这个解掉了这个 嗯 大子这个G之后呢 还剩下这个马炮棋的时候 红方多一个兵的这个优势呢 就体现的不很明显了 对对 嗯 这棋就会更加平稳了 但是在有G的情况下呢 这个红方还是这个优势 还是呃 应该说还是显而易见的 毕竟这个棋还是好走 嗯 红方是G六退二 G六退二 他这个车逃车呢 他不是说怕对车 他是想怕这个马一等炮的时候呢 这炮一等掉 这次就威胁着车了 所以他把车离开险地 这车在这儿就是一个险地嘛 就这个 这个是 虽然现在使不了车 但是以后有可能就威胁到的车 所以他们逃离险地嘛 这是一种比较就是正常示威吧 嗯 而且这个 如果一旦让黑方跳这个马三进四 把红方这个车还蒙到这个里面 就不太好下了 嗯 嗯 黑方是马九进七 对 这个将军 这样刷拼六 黑方是马三进四 如果说他想走这个 嗯 怎么说简化一点局势 或者是呃 希望把这个战线拉长的话 对居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你要会显得太呃 应该说太软弱和保守了 嗯 现在你对局呢 也马上就 现在对局呢 有一个造成被动 因为你一刷掉车的话 你拆掉 这炮会炮给你遍住 然后这么去打你这个马 你要是休假呢 他会这么给你这么躲住 然后呢 这饼的话马上就 以后就丢很多饼 所以他也不会 就是他认为这样的变化 大家都会看到了 以后几种简便 所以呢 他认为这种下的设法呢 缺缺很多饼 然后也很难去磨合 这样实在 他是下马三进四 红旁是炮三平五 因为红旁炮三平五的下的就比较简明 他因为他发现这个呆一抽降 就马上就威胁车了 马上就是有生命危险 这一半棋就像生命车 马上就结束了 就有生命危险 他肯定会意识到 马上就把这炮 最危险的炮给它换掉 然后回方呢 之前有一些 就是之前有一些感觉上 好像有一些反击的一些 马上就全部没有 全部包围无有了 这炮一没掉的话 反击一点 马上就没有了 而且这两个马呢 因为那一回跳呢 他不像炮 就是有突然吸气的这种作用 就是因为他只能一会一会跳嘛 所以就 我已经马上解弱很多了 把这炮也换掉 嗯 应该说炮三瓶五之后呢 这个气非常简单明了 但是黑方呢 就没有办法不去做这个交换 对 那他是下来降五瓶六 降五瓶六 嗯 那很简单 肯定要交换炮五瓶三 对 肯定要打掉 嗯 因为他不 你可能要问 说这个炮 这降除了之后 也 这个炮换掉之后 是否感觉这个降除降 没有什么作用 其实也有很多 因为那个降不除的话 你这个马是走不开的 这个马他想走 因为马走不了 敌要杀死嘛 所以他只能说 这样避开 先把马去腾挪了 去以后 跳到这个四脚啊 或者就是 比较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一种 就是走法 肯定要换掉 还像七瓶五 七瓶五 红方是吗 七瓶六 七瓶六 嗯 红方 红方 这样的话 目前的这个图形下呢 应该说 红方这个兵种要好 同时还多兵 然后 黑方 对应了呢 就是说 黑方这个 G双马 目前这个子力 没有G马炮 这样配合起来 更灵活一些 对 毕竟马的这个速度 还是很慢的 黑方是G八 黑方 这回他就是说 他就是求和欲望比较强烈的 因为他发现 已经就是很危险的这个局面 他想就是一段落之后呢 然后他会把灯炮 有可能就是给红方的进攻上造成 就是比较顽强的 就是造成一定麻烦吧 就是这样 嗯 因为他说的 他也是意识到这个局面下 对于自己来说 嗯 基本上 这个想要进攻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了 因为他不走车的话呢 互往有一个局部点比较好行 就是炮进一 就是这样 就是捉你马 你一杀我炮 我就将你轻 然后你不杀你 倒回去呢 你只都倒回去了 然后我这一讲啊什么的 就马上再骑 就是更方便于 就是更好的进攻 所以他也 他这张鞋 其实也是一个没办法 非常无奈的一个下法 对对对 嗯 必须也得这么走了 嗯 那红方是下了 兵武进一 兵武进一 黑方是G八进二 就是叫杀 主要是红方 红方下马六推七 肯定要退回来 然后这个马以后 可能就从马七 推七之后呢 进五 这么有可能的这个深入 再从中路往上盘 对 黑方是马四退六 马四退六 特上四脚 一个比较 就是想近有可能 近有可能吧 就去顽强一点防守嘛 嗯 因为现在虽然被动 但是并没有 并没有休息嘛 他肯定还会顽强的防守的 嗯 那红方是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 那黑方降六平五 恐慌是下炮四进一 炮四进一 嗯 嗯 这步骑呢 它是也是比较有想法 一是 首先呢 它可以选择就是打兵啊 首先要准备打兵 然后呢 去中炮 而且呢 这个亚弩马同时呢 它隐隐约呢 防守着黑方亚马这手漆 因为你亚马呢 它会把马跳出来 你不敢杀他 不敢杀他的马 嗯 它这个漆比较含蓄的一种 就是 就感觉是亚马 其实呢 它同时保住了这个马呢 能运上去这个 因为象棋 象棋呢 本身就有一种运指 一种 看着运指运得好 它不像那个围棋什么 放上去不动了 这个 看着运指运得好 所以呢 就是 它这种就是 在以后 就是防守了 就简单的 一不浸泡 就防守了 你黑方亚马 不用换回 它跑了 也不用去看人们 就直接跳下去 嗯 不管是 一杀掉的话呢 就马上有个 有个炮磁瓶瓶 叫杀 打车 嗯 黑方是降六 刚才是降六瓶五 这样它是炮瓷进一 嗯 黑方在炮 聚八瓶九 因为黑方呢 因为刚才提到了 运航院是夺额上街的越南的女子歌颜赛的冠军 说明它具备相当的一个终局的实力 它也会看到你一尸马 你一尸马 你跳上 它也会很轻易的发现这游戏 但是它又没有什么好的防守的手段 马上就面临着一叫杀了 马又运上来这种 而且这兵以后都要丢了这种局面 它就说我先吃哪个兵 以后呢 就万一能走路的情况下呢 我就滚了一个鞭竹 如果因为就是经常滚了鞭竹 滚到位的话 期待以后就很长久之后呢 就再就是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了 也取得实惠 因为没有什么好的防守守度了 已经 嗯 既然已经没棋可下了 不如这个顺手走下 还能吃掉一个这个鞭竹的一个实惠 如果说未来能这个棋 能够坚持这个防守成功的话 未来还有一个这个鞭竹可以下 也一个防击力量 这就是一个防击力量 也算是它保存的一个小实力 它培养一个防击力量在那 嗯 毕竟这个狙双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面对着红方狙马炮 还是稍差一些不太好下 对 它位置还不好 就是它位置都属于没有什么 就是马在戴尔联合湾 或者是位置站得好的话 它也不怕这个车马炮的 因为现在红方的位置是好于黑风 而且冰种还好 然后还读个这个中柄 就是局面明显是红方大有 嗯 那你说这个棋已经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回头看一看 形成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是因为它这个中局当中的 哪几招棋选择的不太对呢 并不是以中局他们也走好 它这个时候输在起跑线上嘛 就是起跑线上他那个跳马这个问题 看似不起眼嘛 就是在为红方的几招打兵啊 然后你马跳了以后一金炮打中兵 这个时候呢 红方就迎在起跑线上 布局也 因为相机呢 就是在就是上时纪的就是八九十年代呢 是以中局就是较量中局这个一样 当然现在也是较量中局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更就是体现出布局的这个重要性 因为布局就往往是布局的一招元首啊 或者是很不经意的一个就是看似就是不是元首 但是呢 经过去推销啊 它是一步就是元招被对方抓漏了 然后就很久就是因为因为他高手较量嘛 他不会说轻易的把这个优势就是给你送回去 他会把握得很好 就越招越紧 一直就是就是推进到就是中局啊 给你抓住 甚至都一直按到就是就是给你弄到参与 就是翻过来审 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这个布局啊 很多的人在研究不像之前早先下席的时候 这个布局不是很重要 可能就会走这个这个顺炮啊 屏风马啊 大家研究的不多 也不够这个深入和仔细 现在这个变化从布局开始就研究的非常细 哪怕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样一个细微的变化 可能都大家都这个研究下去 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中局 双方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势 都研究的非常细 所以这些应该说顶尖高手们对这个布局呢 也是掌握的非常娴熟 甭管你是走哪一路这个变化 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他都是这个心中有数的 对 所以说特别是对于唐丹这样一个这个专业队的一个队员来说 你在布局当中稍微有一个小的一个偏差 那他非常这个应该说很马上就会洞察到这一点 因为唐坦呢在那个就是说头十年八年以前吧 就是说我也见过他 他是一个很用功的一个提手 每天呢就是用八小时以上的时间呢去摆棋 然后呢就每天每天八小时 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就是这么长时间 那摆棋呢 他就研究了 就是说要就是十八万五亿样样精神 你找什么布局呢 他都懂 就是现在比就是跟男子男子骑手差不多 就是懂的就是比女子骑手呢都懂得多得多 就是详细的变化 所以呢就是就是公认的嘛 就是说他女子就是他是比就是合理机群吧 嗯应该说他这个呃这个用功的程度下的这个功夫啊 确实是很多 其实在呃几年前呢 这个我也见过这个唐丹 他也留给我的这个印象呢 应该说他是一个非常谦虚 而且非常爱学的这样的一个呃女生 所以说今天他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完全是跟他之前这个这个呃努力刻苦是分不开 嗯有些赢吧 嗯所以今天这样造成这个这盘对局呢 应该说呃大家对他的期望也很高 我想呢就是在论水平的情况下呢 可能是他也会比这个越南选手呢 应该说是技高一筹 呃但是这个棋摆上之后呢 就是没有什么呃肯定 毕竟这里面还有一些因素存在 但应该说棋走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悬念了 应该说慢慢下下去的话呢 这个呃赢这盘棋呢 对唐丹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呃疑问了 嗯 我们看看他实战怎么做 嗯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双方接下来的一个照法 红方刚啊黑方刚才是G8 G8平9 嗯红方下兵5进1 这样黑方是G9退2 嗯因为同样也不能现在也不能压马 压马的话还是 还是有这种棋 嗯 所以这种棋它一直存在的 这种棋就是很巧妙的 你看这是很平淡 其实这手棋很巧妙的 对 他退二练中你的兵 不想让你就是再继续推进了 嗯 而且还有可能有可能退马住这个兵啊 就是给你 反正总之它是给对方造成麻烦吧 就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限制 万一说就是你赛时间时间上是不充裕了 就是他走的比较顽强的话 就往往在比赛中呢 有很多营席呢 就有不了了 就这样 对 因为时间那个紧张可能是 嗯 那么本届比赛呢 这个嗯 关于用时方面呢 也是每方60分钟 每走一招期呢 加30秒 呃应该说这个实现呢 对于这个呃 这种类型的比赛呢 应该是完全符合的 同时这些高手对于这样的一个实现呢 也是非常适应的 毕竟一些什么 像甲连赛呀 都是采用这个实现 呃应该说 要是下满一盘棋呢 时间上还是相对来说很宽裕的 嗯 嗯 嗯 红方是下马七进五 对 这个马可能要跳过来的 嗯 黑方是马七退六 马七退六 嗯 那是你这个中兵 嗯 举马列手 是中兵 像红方是马五进四 这时候呢 这个软红燃呢 就放弃了蓄意 其实呢 有很多那个 亲密朋友们想问说 这棋怎么就 马上就热熟了 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并不是超时 因为在这棋呢 软红燃已经看到了下马这个红方的一艘重炮 就是一股叫啥 对吧 一图将呢 我蹦一张 就跟你 直接给你闷杀了 就是这样 闷杀 所以呢 这部棋呢 就是你开始的时候很平淡 其实呢 这里边暗沉了很多杀机 那你这个马呢 也不能动 就是这样 你现在呢 你黑房呢 可能有的棋手会认为 它可以不用拆掉 但这时候呢 你要是说 随时把它一吃掉呢 这碗迎起就马上葬上了 就把它迎起就失之交臂了 这个同时还要有这部棋 这部棋走完之后呢 你一出销 还是门杀的一个手段 你要是 因为下棋呢 就同时有很多新的业务 有一些就是初级骑手吧 或者是业余点的骑手吧 他就因为你看他一拆平之后 这马多大 马上吃掉它了 嗯 也迎起 车马炮不也迎这个车马吗 对 第一天还多一个大子 对 但是呢 这里后这一蹬呢 你看那一蹬 蹬里马 这个马很 但你在这炮变的话 在这里炮 你看这炮一朵马就丢了 不然的话 就马上这一排营席呢 就是葬送掉了 就跟营席私自交臂了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当然了 这个棋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软黄骑呢 就是放弃了区域 就是说他不走了 这部棋 套在这 套在这 这种情况呢 他一直输了 他说继续走一下呢 其实我感觉 他应该再走一下 反正也是输嘛 就万一呢 对手都不走这部棋 当然了 他那在水上呢 肯定会走这手棋的 你一出降呢 你一蹦你一降 然后被你门杀了 就这样 嗯 他应该走一下 万一那个给对手 一个犯错的机会嘛 对不对 因为咱们都是输了嘛 万一他 他又不散 因为比赛中呢 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嗯 你给对方冲到 那个犯错的机会呢 就是给对方 给自己一个生存的 就是生活的 那个逃跑 就是 生活的一个机会 就这样 嗯 应该说这个 还是要再坚持走一下 再走一步棋 因为走不差一步棋 走一步棋 然后他找到这一步棋 我们再叶树 一来叶树 怎么都叶树 他万一是不是 他要不算把马死掉 我们还有个 就是 就是巧妙的一个谋合 一个手段 嗯 对 这个 书棋有可能还会 这个 把这个棋变成一个 扳平的一个 对对 因为你猜中之后 你走到这儿的话 就肯定就是走不了了 那时候的叶树 但是呢 万一就是说 他这个犯错了 那就是把这一串棋 就剪成核棋 那也应该去走一步 因为 建棋的时候 没死棋之前 就是没确定之前 应该就是 完全的走 就是坚持下去 除非就是 一看就马上就输了 我们就不要再坚持了 但是这不行 我就是提醒了 虽然你也看到了 你也知道 对方会看到 但是你明知道 就是也要去尝试一下 就是 毕竟这个比赛呢 和平时下棋呢 还不太一样 毕竟有这个比分在这里 有这个代表的这个 肩上还有一些的 这个责任在里面 还是要在下 希望能给自己一个 多一个机会 那么电视机前的 这个广大的奇迷朋友们呢 应该说也能从这招棋呢 虽然说已经是 一盘棋接近尾声的 这个阶段了 应该说这个马五退 如果黑方走这个 应该是前马退 退伍的这样一个棋呢 在自己的实战的过程当中 还是比较隐蔽的一招棋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还是很容易去犯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 当然如果说红方说 这个你退马吃冰的时候 红方选择吃你的马的时候 你要会抓住这个 及时的这个 在走这个马六进 马六进八的这手棋 如果这招棋走不上的话 你这个先前走 这个前马退伍的一招棋呢 也就没有这个连关性了 对对 嗯 这个在平时大家这个 下棋的过程当中呢 完全还是可以 举一反三 很多的这个图形下呢 也有类似的这种局面发生 对 有大赛经验嘛 就是以前我比赛也是一样 就是很多定数 就是已经输到输定的期了 然后也对我就是 实际逃避 所以呢 要是我比赛 我肯定会惨的一样 因为就是万一呢 就是给对方一个造成 犯触的机会 也是平时下棋也是这样 就是给对方一个犯触的机会 那就是就是 比如给对方一个 那个就是 那么 唐丹呢 也是非常顺利的赢了这盘棋 那当然这个最终的一个冠军呢 他也就是未免成功了 那么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这期节目呢 也先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网络提牌